比赛开始 首先获得球权的是山东 我们看看两队开场之后 分别的策略究竟是怎样的 错了 山东换防 这吹了莫泰的犯规 无可也防出来了 拦下这个错位 小川突破造成了犯规 看看是不是要换方式 好机会传导出了空位 小川冲击篮框 再一次造成了莫泰雍纳斯的犯规 莫泰雍纳斯两犯了 但是没打出来 对手掩护挡拆之后 船就很耐心 能够不断的找到呀 错位点或者空位的机会 传切 传跑 小川 分得很紧 二加一打中 接配合之后 小川并没有失位啊 但是呢 丁严宇航 你看他这个后仰投篮 锁纳斯的犯规 不断的 和李照弃的 他105 他30名 纪迦 这海的 后仰投篮 莫泰雅纳斯两个三分球 平衡队现在三分外线开了 这是第二天 人员 Haz 我觉得 可能 报名 许 no 不关系 其实可以更果断的出手啊 漂亮 小川又命中了一个三分 哎呦 小冰在反跑 小川跟的很紧 到外线 三分 三分标中 果冰的又抢了一个情况 这是个三分机会 小川标中 哇 今天北京的手感是真好 哦 这个跳步难 我的天呀 顶着对方四五号位 高打板啊 是 老球 丁岸宇航的三分球 这是小丁这个夜晚第一个 哎 第二个三分 第二个三分 丁岸宇航是不是自己处理 哇 有侵略性 哎 丁岸宇航的这个 下半场的发型 跟第一上半场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有球鸡开玩笑啊 说这个 让我把我的这个发型师介绍给丁岸宇航了 大车再往外给 商队啊 坠得很及时啊 好球 小川 最后鸭绍命中了一个三分 嗯 这是小丁今天第三个三分球了 非常的积极啊 你看他 顺下篮下的空切速度是非常快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一瞬间就会带走北京队内线 下击 给到篮下 好机会 这就很难防了 你既然双人加击 如果还让丁岸宇航送出助攻 尤其是船 本队真的可以想一想 弃用他这个问题 转换 小川 造成了犯规 小川现在是16分 边一行呢 是拿到了23分 还是得下去休息一段时间啊 嗯 这个毕竟已经午饭了 呃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啊 空了 又没有头 往篮下打 突进去 好球 两分打电 维队反撤了 天啊 啊 北京队 小丁 强突 很贵了 突然的变相 嗯 呃 直接是黄刀六小雨 这个球确实打手啊 这下棋啊 有一个下压的动作 我感觉会两分算劲啊 因为这个 只是比这杰克迅好用 哈哈哈 金燕宇航也还了一个 小突然还好吧它开始推打拨了 pero 主持人都说了和猫要更换 Briggs 拉拨呢 加近了 Ama 小便坑三千万encias的是比罢流 好 一堆压 周围 不咱以欣干哪呢 这放圈压 干干净净 按说接下来这一件 这个是有身体接触 漂亮 这个球 斜小超跟进的也很好 举焦灼 后撤一步 两分八进 这球进得漂亮 脚高的弧度 面对斜小超的封盖 位置两头不动 三分球 19个3分了 三分队才6个 再来 我再进 这样的进攻方式 你就没办法斜防和夹击 身体接触 想打不中 这样三分队艰难地 在自己的主场 获得了两分的领先 比赛结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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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